从电视剧《1989》营业间 到电影《楼下的房客》 女星邵宇威展现截然不同的演技 随着电影宣传期告一段落 她立刻投入电视电影《我的礼物》的拍摄工作 有吴康仁邵宇威主演的《我的礼物》 讲述事业有成的建筑师 在妻子怀有身孕时 意外得知自己离癌的恶好 人生面临极痛苦的转裂点 首次挑战从年轻演到老的邵宇威 谈到面对癌症的心路历程 她透露小学时就经历过同学离癌 那名女同学经常把可爱造型的橡皮擦放在她桌上 但某一天那名同学就再也没出现过 事后邵宇威才知道同学得到脑流去世 也辗转得知对方很想跟她做朋友 只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邵宇威表示第一次体验癌症的生离死别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很想跟那位同学说说话表达感谢之意 若是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 是否有最想完成的事 邵宇威则说她想要环游世界 最好终点停在极寒冷的国家 这样尸体才会保持在美美的状态